中央民国113年1月19号星期五 我们又到了周末咯 我们该听的I like最爱推荐是 李千娜唱的千金 李千娜唱的千金 好 两千 我们今天呢又是选后的 第一个票房排行榜 所以呢不知道就是说 在大家选后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咧 然后是不是有去 看一下电影 庆功或泄愤这样子 欢迎我们地表最强的票房预测达人 迪亚 但是他选票没办法预测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前十名来看一下 大家是有没有 大家是具泄愤的吗 还是怎样 第十名这个原著在台湾很有名 因为我连我小时候都看过 可是呢这个电影的上映的方式很好玩 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日本动画 但是呢他的中文配音版跟日文原音版不是在同一个礼拜上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要去看这部电影的话 你只有日文的原音版 这个片子叫做窗边的小痘痘 那其实呢他就是日本的国宝籍的女主持人黑柳彻子 他写他小时候的一些遭遇 所以大家要知道说 这个书在日本是非常有名 是因为他的这个原作者 在日本演艺圈地位实在太大了 有点像综艺娘娘的那种感觉 他也是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去做过广播节目 然后当过剧场的演员 那后来的话他就是这个殿堂级的主持人 那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过说 现在你只能看到日文版 那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中文配音版 是下个礼拜开始 不是说下个礼拜 应该是说从这一个 我们再等个几天 下1月26号的时候 所以他基本上是有希望 能够慢慢的拉到 就是春节的这个档期 那中文配音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大家好像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原因是因为这次片商也很厉害 非常的找到了一个 叫做全金马组合的阵容 为什么 因为总共找了哪几个金马得主 第一个就是找到两位创纪录影后 年纪最大的陈淑芳 跟年纪最小的林品彤 然后陈淑芳在里面 就是帮这个黑柳册子 年长的时候的时期 配中文版的这个声音 那林品彤的话呢 就是因为创片小时候 都是这个黑柳册子小学的时候的故事 所以小学生一定会有很多好朋友 所以他就配的是他其中的一位好友 那另外这个小豆豆的爸妈呢 就是我们的金马影帝 莫子怡来现身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金马奖的 新科最佳女配角方智友 去帮他的妈妈出声音 那小豆豆学校里面的校长呢 找到的就是我们金马的最佳男配角 新科得主成木役 所以说你看一字牌 该全部是金马奖得奖的 所以这个是蛮蛮近期才配的 也不一定我是觉得说他们 怎么可能他配演员都中 不是配演员都中 一定是等他们得奖之后再找他们来啊 对嘛所以是近期对不对 近期才配嘛 得奖是11月20多号的事情 那也已经 所以筹备也要两个礼拜 怎么有可能这个时候就找他们来 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平常的这一个 一般的动画电影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 以前的动画片 比如说台湾动画片 你可能一面拍 一面就要开始在想哦 找谁来配音 所以这个是很前期的说 那但这个是国外的动画过来 所以我们已经都有片子了 我只要把声音挖掉 要塞中文进去 这东西非常的快 我如果高兴很快就可以 你会看原音版还是 中文版 这感觉好像1号2号3号要偷谁一样困难 没有迪亚的规矩就是说 他一定看一遍日片的日版的 然后再看一遍国语版的 我要告诉大家 这就像民调结果一样 你根本猜不出来哦 来这个是第十名 翻牌了 来接下来的第九名 这个片名叫做送葬人 那看到这种片名就知道 这种片子 恐怖了吗 有点邪教 没有 很有点可怕 不会 不会吗 没有啦 他其实基本上不只是这些啦 就是宣传的时候一直宣传说 最后会很感人 送行者的意思 不是 不一定 那这个是一个 当然是泰国的片子 那我们就知道 泰国人拍什么片子的 类型都非常的娴熟 要拍偶像剧的 也可以浪漫的吓死人 那这个喜剧也可以让你觉得 笑到肚皮快破掉 所以呢 这个鬼 集合鬼片加 温馨感人的元素 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是可以拍的非常好 这个是本周的第九名 本周的第八名 我们上个礼拜就预言 他还会再待一阵子 所以呢 现在他真的还继续待着 那就是魏德胜的BIG 这部片子 那这个片子呢 最近 这两三个礼拜 据说是包场平平 所以说 可见应该是口碑有做出来 打到某一个族群 所以呢 接下来光靠着包场 他还可以继续在榜上待一下 第七名 这是已经创造票房奇迹 而且快要到了某一个里程碑 就是将近全台 快要一亿 所以我相信片商会很努力的 看看他能不能够到一亿远 一定要到破亿为止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金马奖的影帝 吴康仁的得奖作品 复都青年 我们也恭喜他 本周还是第七名 本周第六名 这个呢 也很厉害 那但是呢 感觉上在欧美更厉害 也无可厚非啦 毕竟他虽然是一个改编 但是他的原著 是一个欧美很有名的童书 那所以像这种东西 在台湾自然会有一些文化隔阂的现象 再加上他这一次做出来的是一个 台湾观众比较不太那么捧场的类型 叫做歌舞片 那所以呢 虽然主角很红 叫做田长 提摩西夏乐美 那但是呢 旺卡我们要恭喜他的是 虽然他在台湾本周是第六名 但是他在全世界加起来 他已经卖破五亿美元 所以就恭喜他 以后我们除了五亿探长之外 我们也有五亿男星 五亿旺卡 对了 五亿田 他算是这个 因为以前有很多人担心说 他是否能够 以他那样子 他可不可以撑起商业片 就是会有很多人怀 我觉得还是要挑题材 怕他 怕他撑不起来票房 但真的是要挑题材 像这个蛮适合 我觉得他有不适合的题材 那但这个其实很适合 就像我很担心 席尼莫菲他撑不起商业 还好有奥本海默 让他票房也撑起来 但好减 有奥本海默的导演 克里斯多夫诺兰 如果说导演不是克里斯多夫诺兰的话 你找谁来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除非是李奥纳多迪卡皮 好 第五名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看 我们华语影坛的两位资深的影帝 杨朝伟跟刘德华 那这个金手指 也是他们最近卖的不错的一部电影 好 本周的特别来宾 也是上一周的特别来宾 所以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就说 来已经超过300次的迪亚 来我们这个 本周第四名 这个是迪士尼百周年的纪念动画 叫做心愿 那所以呢 看起来台湾人还是蛮捧场的啦 那虽然在国外其实 当然啊 以一个迪士尼这么大的品牌来说 百周年的进化 这个纪念的电影 那大家都希望他的成绩是要比现在要好很多的 那不过呢 反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大家喜欢的迪士尼的动画的话 你可以也可以来捧场 这个就是第四名心愿 本周的第三名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啦 虽然啊 他其实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这个超级英雄电影下挫的态势了 但我个人真心觉得以最近的一些表现的不是很成功的超级英雄片来说 他的票房我真的觉得算不是很烂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一下去年DC推出了好几部片子 从这个沙赞的第二集 然后到这个闪电侠 蓝甲虫 一直到我们的水行侠失落王国 水行侠失落王国是最后一步上的 但是比前面那三部的票房都还好 而且呢 也比漫威之前的这个旌旗队长第二集票房在美国好很多 全世界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看DC以前能够赢漫威的机会真的是没有多少 我觉得跟卡斯有关 像旌旗队长那个卡斯真的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两分钟普先生是个有问题的 我真的觉得旌旗队长的卡斯是有问题的 所以才会票房有一点雷声大 雨点小 其实雷声也没那么大 可是第一集的时候卖得非常好啊 他的卡斯也就一直是这一位啊 很多人不是说英雄片要ending了吗 有人是这样说 对就说应该在他风光的时候ending 不要再继续了 因为已经烂了 不要这样子讲 那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啦 也不是说因为已经烂了 而是说漫威拉拉起了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我可以用类似连续剧的方式 去讲一个很大的故事 可是这个连续剧从钢铁人第一集一直讲到 这个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 他已经演了11年了 所以啊 真的要稍微休息一下了 大家已经看非常多了 也就是你要连着再来11年 大家会受不了 对就是像很多连续剧如果演这个三四五六百集的话 大家也会有看不下去的一天 所以呢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是恭喜这个水晶侠失落王国 就是老DC了 也不能说老DC 应该说DC的漫画的电影要重启嘛 所以说这些人几乎95%以上都会被换掉 那只能说 挥别一个旧时代的最后一部电影 其实没有烂到底 那我们也算是恭喜他了 这个是第三名 完美的收尾 也不能算完美 完美的收尾的话 应该是要票房非常好的一个收尾 类似像这个复仇者联盟周旭之战 是到顶点的时候收掉 那个时候漫威如果见好就收的话 接下来这几年都不会让大家觉得失望 通常 可惜就是不会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表示说建商卖最好 百分之百玩销 而且迅速销售 口碑又很好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停止盖房子 他会趁胜 因为他会觉得 他要维持他这样子的荣光 是 但没有想到常常都是从下坡的开始 来这个是第三名 我们的第二名呢 这个是重新再回来上演的 但他其实在台湾也第一次正式的重演 这是宫崎骏的名作之一魔法公主 那其实我个人会觉得了 他这一次重演 搞不好比第一次在台湾上演的反应还会更好 因为魔法公主第一次在台湾演的时候 大家一直觉得那个是宫崎骏 他比较深一点的 比较偏成人的动画 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子其实不一定看得懂 所以当年其实是雷声大 雨点有点小 那可是现在宫崎骏在台湾 因为苍鹏与少年 会关系整个行情又都回来了 所以我真的认为片商可以再 再那个撑久一点 这一次的反应搞不好会超过上一次 而且宫崎骏在台累积了很多 不是小朋友的观众 当年看那个魔法公主看不懂 现在已经年纪也大了 已经是苍鹏跟少年了 所以现在可以再去看一下的话 也就会觉得以前看不懂的地方 现在搞不好都理解了 那所以呢我们的第二名魔法公主 我们的冠军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 就是一路杀一路打的非常的过瘾 那也不用去花脑子去想什么合理性之类的 那我相信很多人经过上个礼拜六之后呢 也许就想要去看一个 把大家杀得乱七八糟的电影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周冠冠军风行者 他的风是密封的风行 是执行刑法的行 所以说这是杰森史塔森最新的动画电影 不是动画动作电影 对嘛 我想怎么变公其卷了呢 本周冠军 风行者 还是我们的打载 华帅 所以其实证明什么你知道吗 年龄不是问题 你的动作俐落最重要 是 好 本周呢 因为是我们选后的第一个周末 对不对 扣掉当开票当个周末 所以呢我们要来几部解气的推荐 可能解不了气 而且呢会让大家越看越恐惧 没有解气 选完以后已经有一点点要这个提心吊胆了 但问题是看完本周的电影会越来越恐惧 提心 哇塞 恐惧指数又来了吗 对 恐慌指数 而且恐慌指数会飙高 对 好 我们本周呢 迪安要推荐大家 不解气有点恐慌的 跟我们现在股市一样耶 股市就有点恐慌气氛啦 那算了 反正大家就觉得可以这样嘛 就这样啦 好 所以呢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来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步呢 它本来就是让大家很恐慌很恐慌的 而且呢这一次它还加了很多的效果 然后这个效果呢 是号称某个地方史上的第一次 我们就不晓得说到底台湾观众感觉会不会一样好啊 诶 暗示 暗示就是跟台湾很类似 也不是说很类似 很接近 某个地方很接近的一个地方 日本 不是 不是啊 香港 不对 诶跟我们很接近耶 对非常接近 那不就韩国吗 也没有 那这还有跟我们 还有什么很接近 泰国 现在都说我们要 越南 现在都讲说 世界要看到我们嘛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的人 一讲到台湾 大家都一定会想到的一个地方 就叫泰国嘛 泰国 对因为台湾 台湾 不是非常的接近吗 对 对啦 台湾 台湾always被误认成台妹 诶我有时候会懒得解释 哦对 那你就是台湾 我还会跟他讲 Sawadika Yeah 你看我们多配合 台湾人就是一群好人 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台湾人就是随和 就是那一群 要我们Sawadika 我们也可以 完全入境水果 真的 是 那所以呢 这个泰国也是非常的 就像我们台湾 现在去年到现在嘛 最卖座的一种类型 就是拍鬼片嘛 因为台湾拍其他的 也都没有鬼片这么卖 泰国也一样 通常在台湾要 大红大紫的类型 除了很难得的 什么考试作弊那一种啦 之类的之外 我们还是通常看泰国都是 大荧幕通常都是看鬼片 小荧幕通常都是看BL 这就是泰国最厉害的地方 那我觉得 今年我们要 介绍的这部泰国新片 叫做鬼生气 但是我相信 江泰一定会写错字 对啊鬼生气啦 Angry No Ghost angr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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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ry ghost 那不然是什么 鬼生气的声 声是声音的声 气是哭泣的气 是表示鬼的声音在哭泣 怎么有点像哭泣的那个优罗那 是 好可怕哦 哇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谐音梗很恐怖 听声音你不觉得他恐怖 看字面好恐怖哦 有那种whisper的感觉 但是也不对 这一次他的效果 我们刚刚不是介绍过 是这个泰国的当地 很少用到的效果 对不对 他这一部电影的效果 就是要让你连听声音都觉得好可怕 什么叫做很少用到的效果 杜比环绕吗 没有 IMAX 所以你看IMAX的这个规格拍摄的一个鬼片 而且呢 它的音响也做得非常大声哦 所以这一次是要让你连用听的都觉得很可怕 声声不息 是 而且这里面不再有鬼的叫声 也有鬼的那种很哀怨的声音 啊在里面呢 只要是有一阵子那个鬼在那边叹气啊 哀伤的一首音乐放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事情要大跳了 要有恐怖的事情来了 哇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鬼生气 非常吓人的一个地方 然后虽然呢 当然呢 95%以上 他这种鬼片都会告诉你说 我们是根据真人实事取材哦 但真人实事应该没有恐怖到这个程度了哦 那就是号称发生在泰国北壁府的几年前的一件事情 北壁府 是 而且呢 很少去观光 不会最近越来越长 最近越来越长 比较红了 对 最近很红 因为连我家人都去那边玩过 对 还有什么特色 北壁府 好像那边有动物园啊 然后有这个 桂河大桥 那那是北边 那我去过 不是 那你怎么到现在才承认你去过 因为我不知道他叫北壁府啊 不过他真的蛮远的 就是一般不会去那里 对啊 就是比青麦再更远的 对 对 你会看到桂河大桥 然后呢 这个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哦 这部片其实也融合了另外一种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像江泰是胆子比较小 比较喜欢看鬼片的 那像我是比较不会被吓到 我比较不喜欢看鬼片的 因为我都觉得 不够鬼 对 不恐怖 不吓人 但是我觉得这片子有另外一种的享受给你 就是我们告诉大家 不是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说 泰国这个很厉害的东西 比如说大荧幕 大家都是看鬼片 小荧幕都是看BL剧 那就告诉大家 泰国人拍偶像剧的功力是一流的 那就表示说泰国的偶像长得都很好看 跟鬼有什么关系 有 因为鬼不吓人 但我看到偶像我就觉得心情好啊 我就觉得养眼啊 我就觉得这一家子男的长得帅 女的长得漂亮 我喜欢啊 男女主角很漂亮 但他们是一家人 所以这里面呢 你不太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什么的 不是 不会有 第一不太会有一些这种 什么要谈情说来的地方很少 第二 这一家子真的都挑过了 甚至于爸爸是全家唯一正常的人 因为爸爸看不出来年轻的时候会帅 但连妈妈感觉起来年轻的时候都是个美人 美人 就是风韵有存 是 搞不好人家各位没那么老 只是演老妈 她的年纪是年轻的 我一直怀疑是这样 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妈妈真的长得很像 日本偶像或台湾偶像 如果你在年长个20岁以后就是长 我跟你讲 我记得10年前方文玲就演妈了 我就觉得说疯了吗 方文玲不是才刚从育女 怎么忽然间演几年就变妈了 所以我讲年轻演妈就是风韵有存 老美人 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是那个年纪 妈的年纪演妈 我没有讲脏话 我就觉得那还 妈的年纪演妈妈 这就不对了 这你就不会响心悦目 不会不会不会 她可以呢 妈妈的年纪演奶奶 这样还是会 这就可以 一定要跨一个generation 那这个鬼生气里面就在讲说呢 一个家人里哦 然后里面他们家是有三个男生跟三个女生 刚好这一家人真的很会生 在北壁府大概比较也没什么娱乐 三几个 六个 三男三女 感情真好 是 然后呢这个里面年纪最大的哥哥就去当兵去了 所以说目前不住在家里 那家里面呢就是这个五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那可是呢有一天呢这个里面排行中间的那一个女儿 忽然好像出了一些什么怪事 对那其实呢这件事情早在这个她开始 中邪啊发现一些不对的事情之前 就已经略略有预兆了 因为呢他们这个三姐妹 就她跟她的姐姐跟妹妹 他们一起去出去外面的时候呢 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姐姐 好像就稍微看到说好像有类似鬼影的东西 在他们的眼前晃过去啊 殊不知回去以后她妹妹就开始 真的而且那个一中邪发作起来就真的非常恐怖 然后恐怖到就是需要找一些 就是我们当地当然也会有一些所谓的 这个很会去驱邪啦驱魔的师傅 但是师傅都对付不了 而且发现出他们惹上这个邪灵是非常可怕的 是那种几百年的幽魂啊 只有中间那一个 对但也就够恐怖了 因为她一发作起来就是整个非常的吓人 为何选送她等一下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我们今天呢是选后第一周的票房排行榜 跟我们开票排行榜完全无关 特此声明 没错 我们刚才讲到了鬼生气 是 那就是这个中间的女儿 她就中邪就开始 哇整个闹得家里肌全部 你还要找师傅来帮忙 于是这个时候呢发现说呢 哎连这个家里在当兵的哥哥 这个大哥其实跟爸爸有一点不太愉快 所以说他才会这个当兵了以后就离开家 然后也不用跟家人住在一起 但没有想到连大哥都回来了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挺大条的 军中怎么会放他回来 泰国当三年 泰国兵要三年 而且是用抽签的 只要一年也是大家哀哀叫啊 不是吗 如果让我们到泰国当兵 我们可能比较开心一点了 也不会呢 所以哥哥也从军中请了试驾回来 也不是啊 反正他基本上就回来了 那回来了之后呢 全家人要一起面对这件事情嘛 然后再发现说这个鬼哦 是那种几百年的非常凶的女鬼 那基本上早上这个中间 排行中间的这个妹妹 就是因为 第一个他的身体很干净 而且很少生病跟受伤 哦要纯净 是 也就是说这个躯壳 对 寄生的躯壳要完美 而且连 就是刚刚的重点是 从小几乎没生病或受伤 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这后面片子 其实这个蛮关键的 但我不会告诉你说后面 这个是雷 对不对 这个不能讲 对 但他后面 后面会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但是我也不能告诉你怎么破 哎呦 我们健保卡赶快用一下 你在台湾 你不在台湾 再来 是那所以呢 一家人就要想办法面对这件事情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一家子哦 从哥到弟到妹 都是长得很漂亮 那我会觉得 里面哦 有点可惜的是这个 因为要中邪嘛 所以演中邪的那个妹妹 她的 她可能就不太能漂亮太久 因为表情啊 都是要很恶心 争宁了 甚至化一些鬼怪妆 怎么知道她是一个百年的历鬼呢 师傅不是有请吗 师傅就讲了 不在乎不在乎不在乎 先姑讲了后来 也不是先姑是两个男生的师傅 结果接着呢 那当然后面就是要刺激的过程嘛 那我们也不能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鬼片哦 就是要这样子让大家自己心里面去看啊 那重点来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演员 都非常的赏心悦目 这是片子的附加价值之一 那里面演中邪的这个 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她真的很漂亮 她那个眼睛大大的 简直就像是那种 类似像穷瑶玉女的那种感觉 水汪汪的 结果非常水汪汪的 很大 眼睛大大的 很梦幻 但她就是要演那个被鬼附身 不过她敢这样演 她就她就很不错啦 是 然后演姐姐 演她姐姐的那一个 我觉得长得非常像 混血 也是很漂亮 但是有点那种西方味的那一种美哦 就觉得 重点来了哦 你们虽然是泰国片 但是呢 这几个兄弟姐妹 每一个 没有一个人是那种皮肤黑到不行的 都是那种白皙漂亮 我跟你讲 泰国人其实不黑 要大家想清楚这件事 东南亚有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东南亚 我们在称赞他们马上 任何民族都一样 就是说你会有显白的 白的 像印度白的 或者是东南亚印尼白的 泰国白的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非常崇尚白 台湾不也一样 我是没有这样讲了 我们台湾还稍微崇尚健康 没有哦 我们也是一白遮三丑 可是你只要到东南亚 他们极度的崇尚白 所以好看 迪亚你又来了 你这样子就 不行我不能够微信之路 毕竟说这几个小孩子 不管白不白 但他们都很好看 而且他们都是那种你可以去查 几乎都是泰国算是 还算是有一定人气的偶像 那当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大哥 大哥在当地是当红男神 之前也有好几部片子台湾是有上演过的 大哥的注册商标就是长得超像赵又廷 所以你去看你就知道 那个就是我们的大哥 而且呢这一次大哥还有给大家一点 Savisu的福利哦 那就是呢 不是中间要驱鬼吗 那就发现说这个鬼 鬼跟脱衣服其实没什么关系 重点是他们要去砍树 哦 这为什么还特别来这一段呢 不是那个树真的跟鬼也很重要了 那所以要砍树的时候就知道 三兄弟里面呢 两个弟弟都不能脱 就是大哥要负责了 好好笑哦 就是马上就把这个上衣脱掉露出肌肉来 让女性观众看了仰眼一下 可是如果按照森林守则的话 脱上衣是不对的 没有关系 容易超重叮咬 不不不不 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偶像型的鬼片 所以我们不会有那些很丑的事情出来 哦当然这个恐怖 鬼的恐怖是一定要有 所以猙獰的画面绝对会有 但除此之外我们一切都唯美唯绪 谁演鬼 就我们刚刚讲那个非常 不是我是说后来真的那个老妖 有出现千年老妖 但没人在意那个人 有差吗 他如果长得太漂亮我们还想要看吗 没有有一个片子 这个我插播一下 就是说有个片子 大家非常想看他真的人长怎么样 就是鬼修女演鬼修女的那个鬼 哇塞 他本人真的超恐怖的 也就是说其实他卸妆后 你依然可以感觉到 这个女演员对不对 他真的是有那种鬼的基因 不是我觉得说江泰还好 我觉得我们外国朋友听不懂中文 不然你讲这话这什么意思啊 他真的长得很鬼啦 好好好 这完全不是称赞 你们去看就知道了 不要 我不想看 好本周呢 平分 是 那就给我们很关键的 对 不免俗 就是我们还是连续着上周末的热题 是这样 就是我们给几个不分区 不分区是吗 是 好啦那我们鬼生赏心悦目 赏心悦目 3.5个不分区 哇好高喔 0.5是因为颜值实在太高了 好高的评分了 要加分 因为颜值真的太高 我看泰国鬼片 看了好几步到现在 也很少看到有一部平均颜值 高到这种地步的 已经加上过模范生了 模范生不是鬼片 是的 而且凭良心说 如果说真要比的话 我真心觉得这一组的 这个颜值加起来 比模范生高一点点 高一点 对 其实模范生也是很不错的 是好 那么就是给3.5个不分区 是 好那还有可以解气的吗 笨招 那我们就当然要来温馨一点的了 我们都来看一下 离台湾比较近的地方 因为我们看台湾的事情 也许不会很解气 所以我们要看台湾以外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点解气的方法 那我们呢 当然就要来讲 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去什么地方 日本 我们等下来讲日本 不是我最喜欢 我是看你的表情 因为我看你的表情 你就是想讲这两个 张太你请说实话 好吧你还喜欢伦敦 OK 好 法国 好今天来我们节目的是 不分区的影评 迪亚 就说他不分 欧美啊 东南亚啊 东北亚啊 他都一律 开放了心胸去看片子的 不分区影评 没错 那接着我们来讲的日本片呢 这个也是 就是一个活到老拍到老 这片子里面不止一个人活到老拍到老 那这个片子叫做日安我的母亲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你就知道妈妈这个角色在里面超重要的 那这个片子呢 为什么推荐大家 是因为我们在看日本片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东方式传统的那一种人情味 那这个片子里就有 为什么 因为他的导演就是日本很资深 而且他现在年过九十上在拍片 三天扬刺吗 哇哇我怎么讲出这个名字 是啊 可见江泰你完蛋 你赶快把他忘掉 因为你能够讲出他名字就表示 他因为讲到三天扬刺啊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因为剩没几个啦 是 家伙我真的觉得 他他本身就是非常温暖的一个人 专门拍这种国宝级的片子 是 那所以呢 这个片子呢 日安我的母亲一开始呢 还没先从母亲开始 先从儿子开始演 那这个儿子呢 他也算是中年了 因为他自己的女儿都念大学了 那这个儿子 他其实算是一般人眼中有成就的好小孩 因为他在一个日本的大商会 大家都知道说 日本人就是那种 你一旦进了某一家公司 你可能就是在里面待一辈子的这种 当年啊 终生职 终生职的那种感觉 那而且呢 这个儿子在商会里面 他还当到的是中高层的主管 他是人事部的经理 所以说你看 是不是表现得很好 但他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快乐 因为我们知道人事部经理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你常常就是要帮老板 黑手 没错 你就是要帮老板fire别人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 他当然就是承受很多负面的这一种压力跟能量 而且呢 骗子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需要裁掉的还是一个 他从小在念书的时候 就是他的朋友 所以你看这怎么讲得出去 他都一直不晓得都该到底该怎么样 告诉对方这个事实 而且对方还一直还以为说 他们两个现在仍然是好朋友 下班还是会约出去喝酒 可是也不是他要踩的啊 他只是奉命吧 但问题是当你必须要去亲口告诉这个人事实 传达的时候 那人家能够直接发现对脾气的对象 就是你啊 他也不可能直接去跟老板发现 而且等一下是中年了 对不对 对 因为女儿都念大学 对啊 所以那好可怜 因为他找不到工作了 是 他就觉得说 人家看你好像很成功 但其实这个 坐在这个位置上一点也不会很开心 然后再加上 他的女儿呢 也跟爸妈 就跟他之间有一些不太好 就闹不太愉快 所以他女儿离家出走了 那他现在一来也是要想办法 我女儿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 也是要想清楚 二来 他的老婆疑似有可能外遇 所以说呢 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是有一点不稳 表面很和谐 也没有到表面很和谐 其实就是有一点就不稳的 那所以呢 基本上生活跟工作 都有让他觉得不开心的地方 他能够跑到什么避风港去 唯一能想到的还是回去找自己的妈妈 或者说娘家了 没有啦 就是他自己的小时候的家老家 那很好玩是 这一次呢 这个山田洋寺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日本传统的职业 就是男主角的爸妈 他们以前在开的电视那种卖足袋 足就是脚的 足袋这种店 什么叫足袋 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个日本的古装剧 或者是类似像他们穿拖鞋的时候 他可能脚上会套一个 又有点像袜子 又不知道是不是 布的 棉布 对对对对 他们家就是卖那种东西 那种一祭祀用的 是 然后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地方 和式的鞋子就要穿那个 他们老家也很会挑地方 这个外景也选得很好 选在哪里 选在大家去东京 都会到那附近去玩的雨田川 为什么 因为雨田川附近呢 最近最有名的一个点啊 也不是最近啦 其实已经好几年了 自从那个东西盖起来以后 雨田川附近就是大家一定会去的 就是在这个晴空塔的附近 真的热闹 雨田川那一带附近 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晴空塔 所以说呢 他马上就回他们老家去了 然后就跟他妈妈在一起聊啊 然后才发现说 其他女儿已经早一步跑去奶袋家住 什么大家想到的 后来发现更妙的是呢 他发现说他的妈妈平常 就是跟一些邻居 他们参加教会的活动 就常去帮助街友啊 可能去问候他们 或是带一些食物茶水 什么给他们 然后他才发现说 其实妈妈背后不简单 他妈妈其实对这个教会里的牧师 是感兴趣的 因为他父亲也已经过世很久了 所以他妈其实把那个牧师 当作一个有可能的第二春的对象 只是还不敢表白而已 真的是夕阳无限好耶 是啊 当然 这已经是今婚年龄了 没错 那这个呢 我们的女主角竟然是这个母亲 就是一个家里面已经是奶奶这一辈的 那以一个奶奶要能扛住整部片子 我们也不能够随便找人 我们一定要找非常重量级的 暗示 永远的玉女 啊永远的玉女吗 是 吉永小百合 right 天啊 就是吉永小百合 我不能再讲了 我真的 真的 你的年纪越来越曝光了 我真的真的糟糕了 我怎么已经到那个年代了 吉永小百合在这个片子里面 她仍然是非常美的奶奶 对 她真的叫做年轻美到老 就是吉永小百合 没错 所以这个片子呢 怎么看就是觉得非常 儿子是谁 不要说阿普关 没有那么美好的事情 儿子其实是蛮常演一些时代剧 然后他本身也是实力蛮不错的大全阳 那所以呢 嗯 还真不认识哈 对 你看 这样太太完蛋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啊 所以呢 这部片子我们也是给3.5个不分区 那我们觉得这个片子很温馨很温暖 然后可以看到永恒的巨星 我们吉永小百合 年老依然还是非常有气质的演出 我觉得冲子夕阳无限好 就一定要去 是 我现在就顺便看一下 可以瞄到两眼这个晴空卡 对啊 3.5个不分区 感谢迪亚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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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